不用老公也能生娃 你没听错 最近四川的格局大了 简化生育登记的要求直接热搜 官方回应说 我这也不是鼓励大家不结婚生孩子 所以以后娃娃你就别问出处 父母别问年龄 现在为了刺激大家生孩子 你都可以不结婚 就是这么拼 因为人口情况还真是有点严峻 去年中国出生人口跌破了1000万 正式进入负增长 2021年中国初婚人数 首次跌破了1200万 创了37年的新低 单身人口超过了2.4亿 这边结婚的人少了 那边离婚的人过去十年 直接翻倍 对了 你过年有被爸妈天天催婚吗 上一辈的人 他怎么都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他们那一代的人 生活条件都这么难了 却还能凑合结婚生完 90后00后 条件不知道好多少 怎么就不愿意结婚了呢 因为年轻人肩膀上 扛着三座大山 房子彩礼 养娃养老 你试试 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早年有个段子说 我爷爷求我奶奶只用了半头米 我爸爸求我妈妈只用了半头猪 我结婚呢 却用掉了我爸妈的半条命 结婚 它不是两个人的事 而是两个家庭的事 男方 有房吗 有车吗 彩礼酒业你结得起婚吗 娶个老婆 基本上就相当于掏空了 男方全家的情绪 结婚门槛这么高 没纳卡 这婚可能就结不了 好 哪怕你过了房子 彩礼两道坛 养儿养老 那对年轻人来说简直就是情挺挺 要知道现在的结婚主力 是90后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结了婚 也就相当于你要养四个老人 这婚都结了 你俩是不是还得要养个孩子呢 国内的养娃成分可不低啊 中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的平均成本是48.5万 也就是人均GDP的6.9倍全球排第二 排第一的是安国 更别说经历了 不写作业 母慈子孝 易写作业 鸡飞狗跳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放弃结婚生孩子 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 其实是他们不敢 而且是真的养不起 要是他们有车 有房 年入百万 你说谁不结婚啊 关注我 咱们去高通关